电影镇头你看过了吗 票房目前已经破3亿 但制作成本居然只有4000万元 差很大哦 背后最大工程当然就是导演冯凯 但你一定很难想象她的妈妈 居然是她 就是王牌制作人周游 为什么一定要传统才是镇头 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方式才是镇头 你不懂我们在做什么 你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啊你 三太子八家将的大阵仗 描述台湾独特的镇头文化 电影镇头农历春节上映 短短不到两个礼拜 票房就突破一亿大关 不仅是今年首部破译的国片 导演冯凯首次指导电影 票房就破译也创下国片 两代父子之间的鸿沟误解 勾起浓厚的庙绘记忆 有笑有泪的故事 正是冯凯的拿手戏 我真的承袭了我妈妈非常多的东西 那年轻不懂事 有的时候你当初年轻不懂事 耽误很多时间 然后可是现在说实在话 我真的必须要说 真的是有其母不有其子 我真的完全接受了妈妈 给我的教育 然后那种对戏剧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概念 不会演会导戏完全遗传妈妈 而封开的妈妈正是 演艺圈里的戏剧之母周游 电视界啊不管哪里到处都叫我 阿哥你是戏剧之母耶 戏剧之母我听了阿哥阿哥就习惯了 戏剧之母 我这一次他的片一出来 让我总算认为是名副其词 当年周游以三八阿花系列电影 成为台语片红星 转战电视连续剧 开始了逼艳游更辉煌的制作人生涯 从六零年代的梨花类到八零年代的神雕系列 周游和潘映子合作的戏剧 无论是古装侠义历史故事还是家庭喜剧 统统独树一格 每出都是叫好又叫做 一部好的题材 一定要有很好的结构 很好的人物 个性的分析 然后整个要怎么故事 怎么吸引人 怎么来做 他是独树一格 所以他能够这么多年来屹立不遥 阿卡也是啊 阿卡就跟着我 从小他也是看着我的脸色长大 可以说 我虽然我是他亲生母亲 可是我对他的要求啊什么 很严格 非常严格 当年一边拍戏 周游就把儿子冯凯带在身边 强调每部戏都要带给社会正面意义 要能感动观众 而是冯凯在妈妈日益熏陶高度要求下 严慕出精彩 晨熙妈妈的戏剧基因 一个岛一个制作 母子携手合作 开出红盘 其中这部12年前播出的《飞龙在天》 创下十二点三四的高收视 拍到《欲罢不能》更是周游 逢海女子合作的 好让你不怕出神价 人出行事才出逃避 人的眼睛生成章主张 人的爱今生来往生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爱笑笑口口口口口口口 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在里面 就是哭跟笑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 是一种情绪的延伸 你如何让这个戏得到感动 你如何让这个戏更贴近人 这些都是逻辑跟理论在里面 那当然技巧就要靠自己 必须要去体会 走出自己的路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逢海的指导戏剧类型 从本土剧横跨到偶像剧 对乡土文化 台湾传统艺术多有琢磨 2002年更以偶像剧 夺下金钟奖最佳导演 疯吗 现在你知道疯狂事不是只有你能做而已 你再伤害苏菲一次试试看 下次的疯狂绝对不是这样 导演生涯第27个年头 冯凯离开最熟悉的电视剧 由于挑战自我 首次拍电影角色情感丰沛 热血的民族文化成功拉住观众目光 我只要求我自己做不一样的事情 拍不一样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类型 那所以我说我可以再 然后我就可以再转换 转换转换类型 戏类型的时候 我可以用一种比较新的态度 跟新的一个想法 更宽阔的心情去看每一件事情 大家都说我是个手健的小孩 从小到大都是 你 文豪生阿贤 什么样 这个是谁啊 文豪生阿贪 他在台北学音乐啦 你让我脸上有光 你让我骄傲 好 从今天开始的军事团 给我的好生阿贪来说 镇头的成功让冯凯成为一年导演 一个戏剧之母 一个金钟导演 母子俩不只称霸台湾电视圈 更在电影界闯出好成绩